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至1830年開始,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伯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盲二百師,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佛福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之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迪,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需要原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原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好,今次跟大家介紹這個療劑的名字 是叫做肉毒汗菌 肉毒汗菌 那個奶町名字是Botulinum Botulinum 這個屬於一種叫做NOSO 同類療法 有些療劑是利用疾病的物質 將它製作成為一個療劑 就像我們所謂的獨公獨那樣的理解 所以NOSO 我叫做同種的病質 就是用病的本體的毒素製造一個療劑 Botulinum 是叫做肉毒汗菌 但相信大家都對這個都有些形式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說 食罐頭要小心 如果你發現罐頭已經變了形 或者是粒凸了出來 那通常就代表裡面已經有腐爛了 肉類的腐爛來的 這個就是,很多時候是肉類的腐爛度出來的 但這種情況,很多時候,肉類雖然被這些肉毒汗菌感染了 但很多時候是沒有什麼臭味的 但可能會有一點負臭味,但不是很臭 所以很多時候,人們遇到這些已經腐爛了,感染了 這些細菌感染了那些肉類,可能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時候,肉類,肥魚都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通常,如果我們不小心吃了這些肉毒汗菌的食物 或者食物中毒,這種食物中毒 通常的症狀是會吃了這些污染的物質之後的24至34小時才開始出現 第一個症狀就是嘔吐 但是,胃長度,很多時候,是不受影響的 還有一個,它通常會出現便秘 不是吐舍 食物中毒,我們通常會覺得吐舍會多些 但是,這個肉毒汗菌的食物中毒 通常的症狀是嘔吐,接著便秘 接著,有一連串的神經症狀的問題開始出現 眼方面的症狀就是眼垂,有雙影,視力模糊 瞳孔放大,或者是鬥雞眼,即是眼睫視 還有,視力的雜焦點出現了癱瘓 即是變成它聚焦,是看不真了 這種肉毒汗菌的中毒症狀呢 好似在臨床上,有一種Balbaparesis 即是一種鹽水的麻痺,一種神經的症狀 通常這個症狀呢,就是會重複性的呼吸壁 這個疾色的出現,接著呢,如果吃那個劑量中毒的嚴重呢 它就開始有痙攣,整個身體肌肉呢,比較軟弱 身體那個黏膜呢,和口腔的黏膜呢 通常呢,是出現呢,就是極度乾,或者是分泌特別多 這兩種都會出現的,接著呢,就是失聲啦 那個尿道濃弊,拉不到尿啦 那麼,就是煙吞困難,和呼吸 那整個一種逐親吐不了氣的感覺 那接著呢,就在行路方面呢,就開始軟弱,和不穩定 那這質疑,就是一種麻木的跟片芫 那地使你,就是滑在 battle 和哀呢 那以及運動這個根仓 102 001 002 002 009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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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1 002 001 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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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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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1 002 001 001 002 001 002 001 001 00527 001 002 dust稠默裁,做了一種麻木性 macro 夾 隔硬 光額的身體啊 就是擀了其 Kritik 硬幡呀 就是спember 闊ę 那些 handout 是无情寶依大的問題 因为面部的神经是太弱和严重的便秘 这些是食物中毒 肉汗菌中毒的症状 这个疗剂是用于这个情况 遇到这些食物中毒 就用回以毒攻毒的方法 但当然在同样的疗法里面 就不是说只是用在这个食物中毒 我们很多时候可以处理一些相关的症状 比如我刚才所说的盐水的麻痹 Balbaparesis 有些症状就是风狗症下的情况 或者是白猴性的痰瘍 但最主要就是突然间的呼气的襲击 或者是糖尿病的昏迷这些情况 所以很多时候主要的症状就是震发性的呼吸困难 如果任何的病 你出现这个症状 尤其是在中枢神经出现的 都可以用这个疗剂帮得到 OK 有一位同学疗法医生 Dr. Shapen 他就试过用这个疗剂医好几种病 几类的病 几个个案 第一个个案是一个70岁的女士 她有血管硬化 有少少的蛋白料 还有肺膜有少少滲水 当然她主要的症状就是夜晚刻突然间呼吸困难 很严重的呼吸困难 这是她的表症 她的问题在这方面 这位医生初试过用鱼 Forsus Sun Arsenicum 南美蛇道 Acasus Spongia 就是那个 Spongia 植物 还有Chiocyanus 黑粮石 这些用过之后 都好像没有什么帮助 然后15天之后 她就开始用一剂 Botlalino 34 初初给一剂 出现了少少的好转反应 差了少少 接着就立即改善 这个疗劑在两天时间 就再重复一次 都是一样这样的情况 今次就少少 就是差了Aggravation 接着就是改善 就比较明显 接着两天之后 她又给了一剂 下去了 接着她就不需要再给了 那在她用了第一剂之后的 9天之后 那个肺腔的滲水 就全部消失了 那么蛋白料呢 和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呼吸困难的 的情况 就 就没有了 OK 就完全消失了 不过呢 在几天里面 用了几剂 这个Botlalino 这个尿剂 那么她根据的症状呢 就是呢 那个病人呢 是有震发性的呼吸困难 好了 第二个个案呢 就是一位50岁的男士 刚刚十岁的 那她的症状呢 那她的症状呢 就有一些 那只右脚呢 就是有一些 红疹 它单独 就是那些 爆疹出来的 那她呢 就用了 蜜蜂 那她的症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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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蛋白有出现的尿 它试过野角线 Rustoc 和南美蛇道都没什么帮助 最后它就用Botulinum 这个浴毒汗菌的同种病质疗剂 用50C给它两剂 两天里面给了两剂 即时就舒缓 再两天之后 它就再给一剂Botulinum 30C 然后第二天 它的蛋白尿就消失了 再四天之后再给一剂 这个病人就完全康复回工作 这位同学疗法医生 根据这个振发性呼吸困难 就要利用这个疗剂去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同学疗法 很多时候这些疗剂 除了可以 这个同种病质 又因为它用浴毒汗菌的毒素 就制造这个疗剂 当然 可以应用浴毒汗菌的食物中毒 肉的食物中毒可以医治它 但也可以医治其他的症状 根据它主要有其他关键的症状出现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疗剂 好了 今天又教了大家同类疗化的疗剂 Botulinum 浴毒汗菌 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适不适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 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